哈囉大家好,我是羅十五 本期的灌籃高手人物誌,將給大家帶來的是 灌籃高手的超級搞笑擔當 做了櫻木100多級的男人,清田龍彥 清田龍彥是相北高中三年級的學生 同時也是相北高中柔道社的社長兼主將 和赤木從小變成死黨 並且從小就迷戀上了秦子 一直藉著與赤木的關係,不停的靠近秦子 清田早在小學五年級的時候 便已經成為了正式的柔道選手 本想著拉攏自己的死黨赤木一起加入柔道社的他 卻被赤木嫌棄,柔道太醜,無情的給拒絕了 這讓兩人的友誼在清田的心中出現了裂痕 在小學六年級體檢的時候 清田由於是全班身材最矮小的,還被赤木嘲諷 是因為練柔道導致的短腿命 讓兩人的友誼,徹底陷入了畸形當中 不過同為死黨的兩人,卻有著同樣的夢想 那便是稱霸全國 只不過赤木選擇了籃球,而清田選擇了柔道 兩人也一直以此,暗暗較勁 清田更是修煉出了一對順風兒 只要赤木在班裡提起稱霸全國 他就會瞬間從隔壁班跑過來 嘲諷連現大賽都沒有闖出去的赤木 因為他帶領了柔道社,可是現大賽冠軍的總子選手 清田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登場 是在操場偷窺正在上體育課的琴子 偶遇了同樣在偷窺的櫻木等人 在和櫻木一起,被學校體育老師天團抓住之後 被櫻木超強的力量征服 早已對櫻木有所耳聞的他,下定決心一定要將櫻木拉攏進入柔道社 於是便擬定了計劃 讓柔道社的幾個精英在道路上堵截櫻木 想要暴力的手段拉攏櫻木 結果柔道社的三位精英全都不是櫻木的對手 被揍了一頓之後,灰溜溜地跑了回來 這也徹底激發了清田對櫻木的興趣 直接當著赤木的面挑釁道 他一定要將已經加入籃球隊的櫻木拉攏進入柔道社 還聲稱這是男人之間的較量 赤木雖然不太在意 但身為副隊長的木木卻極力反對 只是並沒有起到任何的作用 清田還是親自找上了櫻木 用自己和琴子的關係把櫻木帶到了柔道社 一上來就利用一整套琴子不同時期的照片 誘惑櫻木加入柔道社 卻被櫻木無情地拒絕 之後又開始俗弱起赤木的罪狀 和櫻木在無形間產生了共鳴 達成了一致的目標,打敗赤木剛線 差點就讓櫻木在入柔申請書上面蓋上自己的手印 幸虧櫻木即時發現再一次拒絕了他 準備與他一決勝負 用自己的實力拿到琴子的照片 眼看無法用言語說服櫻木 清田也是準備讓櫻木感受一下柔道的魅力 一上來就用一擊過尖摔把櫻木摔了出去 讓在一旁偷看的木木都緊張了起來 幸虧櫻木不是普通人 起來之後一個頭槌就把清田給打趴下了 高興地拿著琴子的照片準備離開 感受到自己正常的照片被拿走的清田 抓住了櫻木的腳 用一招十字被固定法鎖住了櫻木 逼得櫻木不得不把手裡的照片放下 在被神奇的櫻木鎖喉之後 又是一擊被摔,將櫻木摔了出去 這一下讓櫻木徹底暴走 將清田扛起來並摔了出去 清田以為反擊的櫻木 終於看到了柔道的樂趣 又開始準備說服他 結果被櫻木一句 我是籃球手給徹底拒絕了 招募�木失敗之後 清田並沒有放棄 招募櫻木失敗之後,清田並沒有放棄 總是隔三差五就找上櫻木 在湘北輸給櫻南之後 再次在校門口堵住了櫻木 不過被櫻木一擊頭錘就給解決了 完全沒有表現的機會 在湘北與櫻南的生死戰中 為了聲援赤木順便炫耀的清田 帶著先大賽冠軍的旗幟來到了球館 向赤木展示 在激發赤木鬥志的同時 順便坐在了琴子旁邊 滿足了自己的私心 在看到櫻木在場上的精彩表現之後 而所有的事情都和柔道聯繫到了一起 被櫻木軍團瘋狂的吐槽了好一陣 在湘北眾人因為考試不及格 沒有辦法參加全國大賽 正在教師辦公室求情的時候 清田再一次出現在了眾人面前 本以為他是和赤木一樣 來為柔道社的成員求情 結果卻是整個柔道社 只有他不及格 沒有辦法參加全國大賽 特別是他那熟練的拜託姿勢 還被櫻木等人狠狠的嘲笑了一番 清田也就此 結束了自己在整部灌籃高手中的所有戲份 其實清田在整部灌籃高手中 不過是一個邊緣化的超級小角色 出場的作用大部分也只是為了搞笑而已 但其實假若細舟清田的實力 恐怕他在柔道上取得的成就 是要比赤木在籃球上取得的成就高出不少的 畢竟他所率領的湘北柔道社 常年都是神奈川的種子隊伍 而他本人更是神奈川知名的柔道選手 並且在高中三年級的時候 成功掌握了現大賽的冠軍 除了知名選手 其他都是赤木所沒有達到的成就 我個人覺得 縱使清田在柔道上 沒有辦法擁有像澤北在全國大賽那樣的地位 但他在神奈川至少也是阿牧那樣的級別 只不過灌籃高手 畢竟是一部籃球題材的作品 所以對於清田的實力並沒有任何的體現 另外 在灌籃高手眾多的友情當中 如果說櫻木有櫻木軍團 三井有德南 那麼赤木所擁有的就一定是清田了 雖然清田和赤木的關係 看起來並不是那麼的友好 但作為赤木青梅竹馬的他 其實才是真正將赤木放在心裡的人 打從小學開始 就讓赤木一起練習柔道 為的就是可以和自己最好的朋友 一起做自己最喜歡的事情 只可惜熱愛籃球的赤木 對柔道並不感興趣 他雖然在嘴上吐槽的籃球是一項沒有意義的運動 但內心卻是默默的在支持著赤木 不然他也不會在赤木最需要支持的時候 拿著自己的冠軍旗帜站在赤木面前 用自己的方式去支持赤木 即便兩人平時見面總是絆嘴 清田還總是因為暗戀情子而被赤木吐槽 但到了關鍵時刻 也只有他們彼此之間能夠感受到對方的內心 這一點 在赤木看到清田拿著冠軍旗帜出現之後的表情 也能體現出來 真正的兄弟不正是如此 平時裡不停的鬥嘴互看不順眼 但到了最關鍵的時刻 總會站在你身後支持著你的一切 不過可惜的是 清田的出場次數過少 在全國大賽赤木被何田碾壓的時候也沒能登場 我想 假若清田在湘北對陣傷亡的時候 同樣拿著全國大賽冠軍的旗帜出現 為赤木加油 那麼赤木與何田的對位 會不會有另外的故事發生 最後 清田雖然作為一個搞笑的角色出現 但他的內心實際上是相當成熟的 這一點 在他拉攏櫻木的時候 最後所說的話語中便能體現出來 他雖然平時不那麼靠譜 但對櫻木說的要為自己喜歡的事情奮鬥才是最重要的 卻是真心實意的 我想 那也是清田作為一個學長對櫻木所做出的勸解 在櫻木堅定的選擇籃球之後 他也是尊重了櫻木的決定 雖然偶爾還是會纏著櫻木 但內心其實也是希望櫻木 能夠在自己喜歡的道路上繼續奔跑 灌籃高手對於友情的描述 總是讓人在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感悟 我們總是羡慕櫻木有櫻木軍團這樣幾位死黨 羡慕三井有德南這樣的老友 卻總是忽略了 赤木與清田這隊發小的存在 但有時候會過頭想一想 擁有一位清田這樣的發小 即便總是護隊也會是一件相當幸福的事情吧 在視頻的最後 同樣希望熱愛灌籃高手以及籃球的我們 能夠記住這位柔道社的主將 灌籃高手的搞笑當當 清田龍艷 好了 本期視頻就到這裡 如果覺得我有什麼缺漏 或者說得不好的地方 歡迎在視頻下方留言告訴我 如果覺得我視頻內容還行的 請記得為我點贊 訂閱 我是十五 我們下期視頻再見